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焦点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金条羽毛台 中国走红电视剧聚焦中国腐败官员 特斯拉市值缩水了940亿美元 谁是赖清德 请大家收看 金条羽毛台 中国走红电视剧聚焦中国腐败官员 中国中央电视台有关中国反腐败运动的四集系列节目 本周在黄金时段向中国14亿人民播出 这部足球报道为该系列节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展示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标志性的反腐行动 如何在他执政的第二个十年中不断扩大 这也引发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层 多年来试图转移人们 对该国腐败系统性根源的关注的批评 法广小山 金条羽毛台 电视剧吸引驻足足电视机前 电视剧有对体育界腐败揭露 据金融时报称 中国足球明星们原本预计 本周将在训练场上接受考验 为卡塔尔举行的亚洲杯做准备 相反 他们的训练制度包括 强制观看官方媒体的电视节目 节目中 他们的前教练和其他高级体育官员 对操纵比赛 贿赂对手 以及接受现金 以获取国家队席位表示忏悔 除了中国足球管理者的失误之外 这不提位 继续努力 深化进步的系列文章 还指责省级官员 造成了数万亿美元的地方政府债务 这一负担 现在威胁着金融体系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稳定 这也让中国央行的高层腐败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随着习近平政府 将党对金融体系的控制权集中化 该机构越来越被边缘化 新一轮反腐败行动之际 中国决策者正寻求恢复人们 对当局加强脆弱经济复苏能力的信心 自一年前大流行 时代限制结束以来 经济复苏未能加快步伐 纪录片中 有一集聚焦于西南部贵州省煤矿城市 六盘水市前党委书记李在勇 据官方媒体报道 李克强在2014年至2017年任职期间 推动该市借贷 超过1500亿元人民币和210亿美元 用于资助旅游项目 其中包括在梅花山附近 建设一个虚荣滑雪胜地 该地区却不适合开展大型冬季运动旅游 根据该系列节目中播出的供述 李决定花费这笔资金 相当于该市全部GDP 是出于政治野心 他说他想通过大爆炸 引起上级的注意 并在党内晋升 如果这是我自己的项目 我绝对不会见 那么多 他说 几年后我将卸任 谁接替我的位置 谁就承担债务责任 另一个涉案是中国人民银行前 副行长范一飞 他详述了 如何以投资项目或金融产品 为幌子收受贿赂 并通过其弟弟拥有的一家空壳公司 藏匿现金 据中国媒体项目主任 中国宣传专家 代为班志远 David Bandersky 表示 该系列节目展示了 涉嫌腐败官员的财富 遵循了一种非常熟悉的模式 即美化党的领导和治理 同时妖魔化个别官员 中国的宣传机构和法律体系 也经常依赖涉案人的口供 但专家长期以来批评口供 是在胁迫下获得的 自2012年习近平上任以来 中国的反腐败调查 针对了数以百万计的 所谓老虎和苍蝇 或者说高官和低级官员 这是一场扫黑除恶的双重目的 消除敌对政治派别 这部电视剧播出之际 习近平本周在官方媒体上发表讲话 就腐败问题向中国企业 国家和共产党机构发出警告 周三 纪委发布了一份内容广泛的公报 称习近平长期的反腐败运动 表明了党的高度自我进化 班志远表示 虽然中央电视台的系列节目 确实凸显了真正的独职行为 但真正的腐败更是制度的本质 中国的反腐败运动始终是宣传运动 他说 腐败盛行 而腐败的根源是缺乏结构性问责 和大量政治交易的体系 金融时报说 对包括李和范在内的 许多涉嫌罪犯的处罚尚未公开 但一些与监管机构关系密切的人士 急忙表明他们对打击腐败的承诺 克里将辞去担任拜登政府 气候特使的职务 雅虎 据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透露 美国首席气候外交官约翰 克里预计将在担任该职位 三年多后辞职 克里预计将支持乔拜登的连任竞选 并将有更多时间投入慈善事业 银行表示美国消费者状况良好 但民意调查显示拜登没有得到认可 金融时报 由ABC Washington Post 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只有13%的美国人认为他们 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过得更好 尽管通胀率下降 失业率相对较低 但这一结果仍然出人意料 摩根大通 美国银行 花旗集团和富国银行的高管表示 消费者一直保持强劲 他们的财务状况良好 然而 银行指出 储户的存款减少 违约率开始上升 银行还报告称 贷款损失和现金储备 已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马尔代夫要求印度在3月15日 之前撤军 因为他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南华早报 马尔代夫总统穆罕默德 穆一组呼吁印度在3月15日前撤回驻军 穆一组去年当选总统时 承诺结束马尔代夫的印度优先政策 减少新德里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目前 马尔代夫承载着大约80名印度士兵 他们为军事装备和人道主义活动提供支持 撤军呼吁预计将进一步加剧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中国和马尔代夫最近升级了双边关系 中国已成为该国的主要投资者 科莫坚称他的工作从未是弹劾 因共和党对拜登弹劾投票的怀疑日益增加 CNN 共和党曾希望亨特 拜登能够帮助证明他们的核心指控 及他的父亲乔 拜登在任期间参与了一项付费交易计划 并表现出腐败行为 但亨特 拜登拒绝在闭门听证会上作证 现在 共和党可能只能假设 他们无法证明的贿赂计划 实际上发生了 嗯 我是说 如果他不出现 那么我想 我们只能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结束调查 并假设 这些是来自外国的贿赂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 詹姆斯 科莫告诉CNN 并补充说 尚未证实地指控 亨特 拜登涉及人口贩卖和洗钱 也可以被认为是真实的 在试图干涉台湾选举失败后 中国开始反思 华盛顿邮报 台湾现任副总统 前独立倡导者赖清德 在周六当选为总统 执政的民进党将连任第三个任期 而中国共产党拒绝与其接触 预计 作为回应 北京方面将加大对台湾的恐吓力度 采取军事骚扰和经济压力等手段 然而 分析人士认为 目前至少不太可能发生冲突或入侵 因为中国将努力维持 与美国最近稳定的关系 此外 北京方面也希望避免进一步疏远台湾民众 然而 中国已经拒绝了民进党认为 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的立场 人们担心赖清德的当选 可能会让台湾与中国更接近战争 北京方面可能会利用当选总统的弱点 并已经强调 赖清德只赢得了40%的选票 新罕布什尔州州长克里斯 苏努努在2024年1月14日的 《面对国家》节目中 雅虎 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州长克里斯 苏努努在接受CBS的《面对国家》节目采访时表示 有可能挑战唐纳德 特朗普在2024年共和党初选中的胜利 苏努努是前联合国大使尼基 黑利的支持者 苏努努表示 如果黑利在新罕布什尔州 能够取得强劲的第二名成绩 将打破特朗普是不可避免的胜利者的假设 他补充说 黑利的出色表现可以重置竞选叙事 并使他处于领先地位 当被问及 如果特朗普获得提名他是否会支持他时 苏努努表示 共和党人会支持提名者 但他认为 特朗普是最弱的候选人 将很难在总统大选中击败乔·拜登 他强调黑利正在崛起 他是共和党的机会 苏努努还讨论了新罕布什尔州 在对抗成瘾和芬太尼死亡方面取得的成功 称该州打破了全国趋势 并实施了一个 为农村提供医疗服务的模式 乌克兰的耶尔马克表示 中国在和平进程谈判桌上非常重要 雅虎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安德里 耶尔马克表示 中国参与有关和平方案的讨论非常重要 该方案旨在结束与俄罗斯的战争 耶尔马克没有确认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是否会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 与中国总理李强会面 但他表示 尚未看到总统的最终日程安排 耶尔马克还提到 在达沃斯的国家安全顾问会议上 没有人向他询问过任何关于领土妥协的问题 马尔代夫领导人 要求印度军队在三月中旬之前撤离该群岛 此举引发争端 美联社 据总统助手透露 马尔代夫总统穆罕默德 沐伊组呼吁印度军事人员在三月十五日前撤离该国 此前被认为亲中的沐伊组批评了印度 原因是三名马尔代夫副部长发布了针对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贬损言论 沐伊组还宣布计划减少对印度的依赖 包括从其他国家获取教育和医疗服务 去年 印度占马尔代夫旅游市场的11% 大金加强在美国争夺空调王冠的努力 日经亚洲 大金工业正在努力成为美国空调市场的领导者 该公司计划到2025财年 在销售额方面占据该市场的首位 为了提高在这个关键市场的盈利能力 大金已经在墨西哥的一家新工厂 开始生产名为冷水机组的设备 该公司还在扩大其住宅空调业务 目标是到2025财年 在美国空调市场实现10%的利润率 谁是赖清德 台湾的下一任总统 纽约时报 赖清德于周六当选为台湾总统 以坚定的信念和强烈的是非观而闻名 赖将于5月就职 2014年他访问中国期间 就台湾独立问题发表讲话 表示尽管他的党派历史上主张独立 但岛内地位的任何变化 都必须由全体人民决定 赖的对手担心 他在外交政策和两岸关系方面缺乏经验 加上口无遮拦的倾向 可能导致与北京发生危机 然而 他的支持者认为他谦逊的背景 和对台湾普通人面临的困境的理解 使他非常适合领导这个国家 赖起初是一名医生 迅速在民进党中展露头角 并曾担任台南市市长 总理和即将卸任的蔡英文总统的副总统 尽管赖和蔡并不总是盟友 但他们一起竞选 强调他们对延续的共同承诺 由于隐私问题 澳大利亚公司纷纷放弃使用TikTok的追踪工具 悉尼先驱晨报 在该国隐私专员对社交媒体巨头TikTok 未经澳大利亚人同意或知情 而收集澳大利亚人数据展开调查后 一些该国最大的品牌以及政府机构 已经移除了TikTok的数据追踪工具 中国和埃及呼吁在鸿海航行中 确保安全和安全 日经亚洲 埃及和中国对鸿海冲突扩大表示关切 并呼吁停止对袈裟的袭击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呼吁停止对鸿海民用船只的袭击 但没有提及负责袭击的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 王毅还批评了美国和英国 对也门胡塞目标的空袭 称联合国安理会为授权此类行动 绿色投资者指责拜登的气候法案 让银行家和顾问受益 彭博社 主要绿色投资管理公司 Impact Asset Management 对美国总统乔拜登的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气候立法的某些方面 表示了不满 该公司表示 通胀减少法案 IRA存在太多障碍过于复杂 这延迟了实施 并使中间人受益 而不是绿色项目 Impact Asset 最初对IRA表示赞赏 认为它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举措 但现在表示 它为绿色项目留下了更少的资金 并且使银行业和税务顾问受益 IRA已经帮助推动了绿色能源产能的增长 但资产估值并未得到挽救 特斯拉在全球电动汽车市场增长缓慢的情况下 市值缩水了940亿美元 南华早报 自2010年上市以来 特斯拉股价自2024年初以来已下跌12% 这是同期以来最大的跌幅 此次下跌是因为赫兹全球控股公司宣布 不会像预期那样迅速扩大其电动汽车车队 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还在中国降低汽车价格 以提振需求 这导致其利润率下降 美国的电动汽车市场也出现了放缓 台湾周围微妙的地缘政治平衡 金融时报 最近赫兹德在台湾总统选举中的胜利 使执政的民进党DPP 获得了有史以来第三个任期 中国对台独立的警告没有改变 但在选举之后 北京和赫兹德都发表了和解的声明 然而 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仍然很高 各方应该专注于减少紧张局势 维护和平 中国应该避免进行威胁性的军事演习 而赫兹德和其他台湾官员 应该努力促进与中国同行的交流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沟通也应该小心 避免不必要地激怒北京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新闻动态 首先 美国首席气候外交官约翰 克里将辞去担任拜登政府气候特使的职务 以支持拜登的连任竞选 并投入更多的慈善事业 然后尽管银行表示美国消费者状况良好 但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只有13%的美国人认为他们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过得更好 这个结果令人意外 尽管通胀率下降 失业率相对较低 但银行指出 储户的存款减少 违约率开始上升 马尔代夫总统穆依祖要求印度在3月15日之前撤军 因为马尔代夫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因为中国已成为马尔代夫的主要投资者 共和党对拜登的弹劾投票的怀疑日益增加 科默则坚称他的工作从未是弹劾 这引发了共和党对亨特、拜登的贿赂指控的担忧 但亨特、拜登拒绝在闭门听证会上作证 现在,共和党可能只能假设无法证明的贿赂计划 实际上发生了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在周六当选为总统 这引发了中国的关切并可能加剧两岸关系的紧张局势 然而,分析人士认为 目前不太可能发生冲突或入侵 因为中国将努力维持与美国的关系稳定 新罕布什尔州州长克里斯·苏努努表示 有可能挑战特朗普在2024年共和党初选中的胜利 他认为特朗普是最弱的候选人 将很难在总统大选中击败乔·拜登 苏努努还讨论了新罕布什尔州在对抗成因 和分泰尼死亡方面取得的成功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安德里·耶尔玛克表示 中国参与有关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和平进程的讨论 非常重要 目前尚不清楚 乌克兰总统是否会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 与中国总理会面 马尔代夫总统穆伊组要求印度撤军 这引发了争端 马尔代夫批评了印度 原因是印度副部长发布了针对印度总理的贬损言论 马尔代夫还计划减少对印度的依赖 包括从其他国家获取教育和医疗服务 在澳大利亚 一些大品牌和政府机构已经移除了TikTok的追踪工具 这是因为该国隐私专员对TikTok未经同意或知情 而收集澳大利亚人数据展开调查 中国和埃及呼吁在红海航行中确保安全和安全 这是对红海冲突扩大表示关切的回应 最后特斯拉的市值缩水了940亿美元 这是因为特斯拉在全球电动汽车市场增长缓慢的情况下的表现不佳 总而言之 今天我们看到了一系列各种各样的新闻 克里辞职 拜登的认可度不高 马尔代夫与印度的关系紧张 乌克兰寻求中国的支持 台湾政治局势微妙 特斯拉市值缩水等等 这些新闻反映出世界各地的复杂局势和国际关系的纷争 不论是气候问题 政治选举还是经济竞争 六度世界一直在关注并报道着这些事件 希望大家能通过观看我们的节目 了解到更多有趣的新闻 并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